在1955年授贤的802名少将之中 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存在 他被刘伯承称为神炮手 就连毛主席也曾赞扬过他 但他本人却大字不是一个 就连带兵也不会 却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操炮技艺 成为了开国少将 他的名字叫赵章成 他究竟有何绝技能够让他位列开国少将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赵章成出生在河南 一家人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 家境凄苦 更没有余钱给赵章成上学 故而他历来也就不识字 最早的时候 赵章成只是冯玉祥军26路军 某排的一个迫击炮手 中原大战之后 赵章成所在部队被改编进入国民革命军 1931年 前去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 接连被红军击退 26路军也看清了形势 继续留在国军就是给中央军当炮灰 于是在赵伯生等人的带领下举行了宁都起义 如此一来 同在26路军中的赵章成就成了红军 一开始参军只为了混口饭吃 但在此期间 赵章成却练就了很好的操炮技术 可加入红军之后 赵章成对军中的氛围倍感亲切 毕竟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 红年军纪严明 部队分为远不是国民党军能比的 故而赵章成很快便融入了这里 不久之后 赵章成便担任红三军团炮兵训练队队长 专门为红军训练炮兵干部和业务骨干 在随后的红军反围剿斗争中 赵章成表现积极 作战英勇 一手出神入化的炮击技术 多次打退敌人 故而他的军职也在不断提升 先后担任红九师炮兵连长 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等职务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被迫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赵章成也随军同行 1934年底 红军先头部队抵达了乌江畔 中央命令红一军团 快速突破国民党的乌江防线 攻占尊义 童子等地 为接下来中央新的战略部署做准备 然而敌人在乌江叛重兵把守 且部署了大量防御攻势 为了尽快渡过乌江 担任主攻的红一军团红二师决定 将打开缺口强渡乌江的任务 交给红四团 红四团团长耿彪 政委杨成武火速勘查现场 并制定好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而赵张成便是在此战中立下了大功 1月2日 突击正式开始 不过敌人的火力十分密集 给渡河突击队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负责指挥作战的红二师师长 陈光顿敢交集 回头便将军团直属炮兵连连长赵张成叫来 赵张成原本是军团直属炮兵营营长 但部队在湘江战役中损失太大 如今也只剩下一个连的箭指 而且也真只剩下了二门迫击炮和五发炮弹 此时能否成功打掉对岸的敌人火力点 掩护部队成功渡江 全都指望赵张成了 赵张成看着仅有的五枚炮弹 顿敢责任重大 于是便决定亲自操炮 赵张成接过炮弹 熟练地调整炮口 测量距离放入炮弹 砰砰砰砰连续四发炮弹 急射而出 炮弹在敌人中瞬间炸开了花 硝烟散去后 只见对岸的敌人已经死伤了一大片 其余的敌人也在仓皇逃窜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耿彪杨成武顺着战士们架好的浮桥 一股作气冲到了对岸 强度无将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 红异军团在遵义也得到了短暂的休整 而最让赵张成开心的 莫过于在强度乌江战斗中 缴获了敌人很多弹药 尤其是炮弹得到了补充 不久之后 根据中央部署 红军开始强度大渡河 此战在安顺场展开 参战的仍然是赵张成所在的红二师 安顺场战斗打响时 运送战士过河的工具 只有一条小木船 他们的目标就是尽快渡河抢占贪图 并建立阻击点掩护后续部队过河 但是敌人的火力依旧强大 赵张成再次临危寿命 负责用迫击炮摧毁敌人火力点 当时虽然炮弹得到了补给 但赵张成手头上也仅有三枚炮弹 这也就意味着他不能有一丝失误 在这种情况下 赵张成保持沉着 将三发炮弹精准地射在了敌人的三个机枪火力点上 先头部队抓住机会 城市夺下了敌人的攻势 为后续部队建立了稳固的火力掩护 当部队攻下敌人所有火力点后 大部队得以平安度过大渡河 此战之中赵张成同样功不可没 抗战时期 赵张成同样屡历齐功 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 由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战役 赵张成也参与了这一波具历史异议的战役 当时赵张成已经被编入了八路军129师385旅 担任炮兵指挥部主任 八路军炮兵经过赵张成的培训 操炮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战斗开始后 八路军向敌人攻势发射了数枚炮弹 兼命中目标 但是敌人的攻势太过坚固 里面的敌人依然在向冲锋的战士喷射火蛇 部队伤亡很大 赵张成苦思如何能够将敌人逼出来 随后便灵机一动 记上心来 赵张成将迫击炮里的火药倒出一部分 又向根据地老乡借了几串干辣椒 将辣椒磨成粉后 与火药混合再填充好 没过多久 几枚特制的辣椒炮弹就做好了 接下来的战斗中 赵张成指挥全联四门迫击炮同时射击 一发发辣椒炮弹 向敌人的防御攻势倾斜而下 虽然因为火药量少 并没有给敌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炮弹爆炸后 弥漫在空气中的辣椒粉 却显现出奇效 敌人被呛的眼睛都睁不开 还以为是我军对他们使用了毒气弹 从而纷纷跑出攻势 我军攻击部队抓住时机 一股作气将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 这完全体现出了赵张成在紧急情况下的随机应变能力 此时的赵张成不仅操炮技术出神入化 作战头脑也在历次战斗中得到了升华 之后赵张成的操炮技术再次提升 创造出了一种特种射击方法 能够隔着障碍物打击敌人 这便是兼臂射击法 百团大战的最后一战关家脑战斗中 赵张成便是利用这种办法将敌人炸得晕头转向 当时八路军已经包围了日军的钢旗大队 但是敌人占据了有力地形赋予顽抗 且装备了大量的重武器 为快速打掉敌人火力点 赵张成带着一门迫击炮和十几名战士 悄悄推进到距离敌人三四十米的距离 在这种条件下 只有用特种射击法才能克敌制胜 此战中赵张成采用88.5度的特大射击角度 以每分钟四五十发的速度 连续超速射击 八个炮兵开弹箱准备炮弹 四个战士装引信 即便如此 还攻不上赵张成一人的射击速度 短短六分钟内 赵张成打出了240发炮弹 平均一秒半一发 这些炮弹成串精准落入了敌人的阵地 官家脑瞬间被铺天盖地的炮火笼盖 事后有战俘回忆 当时他们还没搞不清楚 炮弹是从哪飞过来的 人就已经死伤一大片 此战之中 赵张成创造了 排击炮最大射速的记录 不过这却并不是 赵张成操炮技术的极限 百团大战之后 赵张成被调往延安 成为了延安抗大的炮兵教官 他本身是个不识字的人 也讲不出多少理论性的知识 但却有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 那就是在实践中教学 当时日军队 我根据地采取了残酷的扫荡政策 给根据地的安定造成了很大威胁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有一次赵张成便带领学员前往沁州 准备炸掉日军控制的火车站 为了学员的安全和射击的效率 赵张成将排击炮阵地设在了沁州的东山上 当阵地设好后 赵张成却发现此地距离火车站足足有三公里远 而迫击炮的最大射程正好是三公里 但在实战之中要想打这么远 却很难做到 此时如果再向前方移动阵地 恐怕会被敌人发现 当此之时 赵张成便让战士们进行强装药 即将炮筒全装上火药 以达到最远射击距离 但是这种办法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操作不当 则极有可能会炸糖 赵张成和学员们也将付出一定的伤亡 但是赵张成一高人胆大 强装药马上对火车站进行超远程击火射击 瞬间就将敌人的火车站炸成了一片火海 这一炸 直接将准备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日军炸回了城 且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 其功劳可见一斑 强装药超远程射击法 更让炮兵学员们大开眼界 毫无疑问 这又是赵张成独创的打法 在随后的时光里 赵张成将自己多年来总结的操炮技术 全部传授给了学员 为我军训练出了大批炮兵骨干 事实上从进入延安抗大当教官开始 赵张成就很少出现在战场上了 他的主要任务也由阵前杀敌 变成了培养训练炮兵 当时日军企图把围困在太行山 在根据地附近修建大量碉堡 而我军却没有平射炮 想打掉它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时师首长刘伯承 便想起了129师里的神炮手赵张成 1942年 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 命令赵张成 组建平射迫击炮研研究班 一方面研究迫击炮平射技术 另一方面也为了培养炮兵骨干 迫击炮的工作原理 是装弹后 由炮膛底部的撞针撞击下落炮弹尾部的引信 来实现激发 但炮管如果放平 则炮弹则无法下滑 自然也无法激发 面对这一难题 赵张成和战士们做了大量的实验 甚至达到了通宵达弹 废寝忘食的程度 最后 一位战士从洗把河高量杆上得到了灵感 经过赵张成的改良后 利用高量杆套住引信头 再从底部牵引下滑 结果愣是让迫击炮在平脚状态下也能顺利激发 这一难题终于攻克了 此外 赵张成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简变射击法 并推广到全军 让那些从未操作过迫击炮的战士 也能临时操作迫击炮 大大提高了迫击炮的利用效率 建国后 赵成章凭借多次立下的骑工 和多年来培养炮兵骨干 在1955年授贤时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他从不带兵 也不识字 却也能积身入开国将官之列 60年代 已经担任炮兵副司令的赵张成 出席了全军大比武 当时毛主席等军委领导都在场观摩 在观摩道82排击炮操作时 或许因为地面泥泞 底座固定不上 连续数枚炮弹都没有击中目标 此时赵张成坐不住了 他来到手足无措的操炮手面前 亲身示范在如此环境下 如何固定底座 随后一炮打出正中目标 当时赵张成年于60 离开一线作战单位也已经多年 却仍然有如此高的射击技术 瞬间博得了满堂彩 毛主席对赵张成 也是连连夸赞 1969年赵张成将军突发心脏病 在北京逝世 有感于他生前对中国炮兵 做出的突出贡献 他的骨灰被安放在 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陈列市 与许多开国元勋和高级将领的骨灰 放在一起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